国会改革的相关法案三读之后 行政院提起了复议战场持续延烧 国民党宣布了15号开始要以台南为起点 举办街头来宣讲 要以蓝鸟对战轻鸟 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郭国文 他立刻发起了反制 他说他要在同一天举办座谈会 广邀各地的委员来参与 到时候双方可能将会在台南 上演激烈的街头攻防战 29号国民党民众党共体的国会改革 相关法案三读通过 不过行政院长卓榮泰 也依法依请立法院复议 蓝绿这回要先在街头开战 民进党开第一枪 由党中央主办22县市各大宣讲 不过国民党中央也不甘示弱 宣讲是由党中央来负责规划 由52位的立委配合上场宣讲 选在台南当然是因为 这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苦愿党挑起这场战争 我们当然希望台南的民众 能够更加理解国会改革 15号国民党就要职工总统 赖清德的台南本命区 明显宣战民进党 身兼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的 立委郭国文立刻发起反制 他们不但不悔改 而且还要下乡持续跟轻扭行动 来做一个对抗 我们在15号的时候也会举办座谈会 要号召所有的支持民主 支持价值的所有的朋友一起站出来 在你办座谈之前 应该先赶快跟周外来秘书长 赶快先去盗窃才是上策 15号都还没到 双方已经在隔空互呛 虽然郭国文说活动细节 都还在筹划当中 不过已经有不少轻鸟叙事待发 毕竟针对复议案的表决大战 最快将在18号展开 届时以投票箱记名投票 可能出现拖延投票的行刑 如果超过15天没有做出决议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三读都将失效 一个国会改革朝野间朝得不可开交 甚至各自启动街头宣讲 哪一边能占上风 就看谁能获得更多舆论支持 记者我喜欢林漢廷台北长报道